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 我是金燃 请订阅时事金扫描的频道 支持我们 您的点赞留言以及转发推荐都是在帮助我们 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支持我们就更加感谢了 如果说对于中国的每个家庭啊 有什么事是从老到小从上到下都会既兴奋又不安 既期待又煎熬的话 那就要数是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了 高考时间现在是每年都是从6月7号到10号 不但学生们要经历所谓鲤鱼跳龙门式的折腾 连学校带家长们也为此疯狂 今年的中国普通高考被称为是史上最难的一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根据公开的数据啊 2024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353万 居然比去年多了62万人 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往年没有考上今年又再次参加高考的那些复读生啊 就有413万 而今年高考呢 对本科生预计会录取多少呢 只有450万 也就是说三个考生里两个考不上本科 看看这张图 我们就知道近年来高考的参与的人数 你说它是今年史上最残酷的一届 是一点也不为过 说是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也不算太夸张啊 其实啊真正夸张的反而是学校和家长们 我们先来看看陕西省富平县兰光中学的男校长 在高考前啊穿着旗袍耍大旗的模样 对于在中国之外的华人可能会不解 这个男校长难道是疯了吗 一个男的为什么要穿女士的旗袍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中国人认为什么呢 要想旗开得胜就得穿开叉的这种旗袍 而且呢已经迷信到了男的也要穿的地步 不要以为只是那个中学的校长这么疯狂啊 这股风劲啊已经是个普遍现象了 我们来看看高考考场外的中国家长们 旗开得胜的风姿 遍让一山兰光中猪风 近平的对手 再带着一山兰光中个层面 绝食太快 俩应该称的胜以后 到第二山兰光中gl座全面 大静起来 大静快乐 雷快乐 很大静快乐 大静快乐 寗龙快乐 大静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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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看的时候 我是忍不住的笑 看着看着又笑不出来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想到了当年自己高考的时候 爸妈的那种既担心我又怕给我压力 装着轻松不在意的那种模样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中国这种神奇的国度 如今这个人到底算是开化了 还是算是退化了 中国的大学现在有被教育部化为 所谓的211的重点大学和985的一流大学 于是乎除了穿旗袍象征旗开得胜之外 211和985这两组数字 也成了被膜拜的象征了 河南省的一所中学大门外 放着两辆带有985和211数字的车牌 学生们居然排着队摸牌求吉利 如今的中国各方面都开始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荒诞气息 一边是极其内卷的祈求考上大学的深深学者 另一边出现的是因为经济严重衰退 一出校门就面临失业窘境的大学毕业生 于是乎呢就有了这样一个怪圈 有人制作了这样一幅既幽默又冷酷的搬砖图 第一幅上写着高考加油 然后呢如果你考得好 那么四年后我们在工地等你等你搬砖 如果你考不好呢 那么四个月后我们还是在工地等着你 反正早晚都是在工地等着你 再问你个问题啊 您觉得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吗 改变不了 靠努力才能改变命运 再问你个问题啊 您觉得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吗 应该不可以吧 应该不可以 我就是考过的 原来有想法可以改变命运 改变命运 现在没有点像 我一样的考完一天 主要是不得挣钱吗 现在的钱多难挣 学位都不重要 现在大学生找着工作的多了去 我在天津大学学的 我高才是吗 还学吧就是一个大学生 不是要要不是 主考我是要要 主考五分 我是二分进 二分进 二分进 靠了两分 六百零七二十分 我们这站点有学历的多 所以我感觉学历其实没多重要 为什么 他三四十分 你你这个年代跟四代对吧 你二十年前的改变了 现在改变不了 你觉得现在靠什么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我再靠你楼子打拐就行 国内经济不景气造成了很多大学生 开始把在未来去留学当成了再跳龙门的跳板 于是乎美国的一份制裁名单也偷偷的成为了高考学生和家长们必备的参考资料了 这个呢是一份美国政府发布的涉嫌和中共军方有密切联系的18所中国大学的名单 这其中啊就有包括了所谓的国防妻子的七所大学 包括北京理工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北京航空航空大学 航空航天大学 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 也就是著名的那个有名的军工大学叫哈工大 就是这所大学 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 以及西北工业大学 所有这些大学的学生啊 在申请美国留学的时候 基本跑不了会被查背景 而且大概率不会给你签证 说白了 人家不怀疑你是特务 也会怀疑你会偷技术 凭什么呢 因为这些大学的不少学生啊 之前在美国的所作所为 已经造成了这些中国大学的信誉 在美国人那里已经完全黑化了 因为每年的高考 对参加高考的学生造成了空前的压力 于是乎就出现了高考减压公益广告 有意思的是呢 美考上大学的中国著名作家于华 曾经在20年前也做过一个 那么央视每年都把它拿出来 在高考期间播出 77年78年参加了两次的那个高考 那当然都没考上了 是吧 当时报就是北大清华 我有个同学报剑桥和牛津 他不知道这两个学校不是中国的 于华透露啊 说自己作为减压的例子做了20年的广告了 央视几年前啊 又要找他重拍 于华就说 说这下我死活不愿意了 你说我被当成了十几年的反面教材 第二次我肯定不干了 虞华还幽默地表示说 有人说我的书啊 用字简洁 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 后来啊 还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 说于华的中文 很像海明威写的英文 于华就表示说 说那说明什么呢 海明威认识的单词 肯定也不多 6月7号 以色列军队发布了一个视频 视频中 乙军的大量装甲车 出现在埃及和加沙边境线的海边地区 这显示出 乙军已经打通了边境线 完全控制了加沙边界 以军贯穿整个边境线 意味着哈马斯已经失去了任何从外界获得武器和物资援助的渠道 处于一个被瓮中捉鳍的困局 美国国防部的人士透露说哈马斯到现在他的武装已经被消灭了大半 在乙军的立体监控之下 哈马斯现在已经没有能力采取有规模的行动了 开始什么呢 全面转入了小规模伏击式的那种游击模式 有经验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被一个个的消灭 而武器装备也在逐渐的耗尽的状态 近期有一小队的哈马斯分子在贾巴利亚的一栋楼房里面 他们希望仗着这个建筑物偷袭乙军 而乙军如今对此的反应是什么呢 越来越像美军了 就是直接召唤空军 然后呢恐怖分子连同建筑物就都变成了下面视频中的那个大坑了 6月6号乙军发言人公布了乙军轰炸哈马斯和圣战组织控制的一所学校的视频 轰炸之前呢乙军是要求无关人员撤离 然后是使用了美制的一种小当量制导炸弹叫GBU-39B 准确的命中了哈马斯藏身的特定的房间 那么整个的建筑结构呢却不受影响 这次轰炸有大约30名哈马斯分子被击毙 包括了好几名是参加过去年对以色列实施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 The terrorists were operating from this UN school They were planning and conducting attacks from inside classrooms of this UNRWA school Our precise strike was based on concrete intelligence from multiple sources The terrorists inside this school were planning more attacks against Israelis Some of them imminent We stopped a ticking time bomb This is what it was 6月6日是一个人类迈向太空里程碑式的日子 马斯克的超大型星舰相当于40层楼高 25架波音747重量的Starship第四次试飞 在星链的全球直播之下呢再创了历史 星舰升空之后将超重的火箭推进器分离 并且成功地在海上软着陆 我们在海上软着陆 to guide the booster and there's that landing bird that landing bird just begun and you can see the water below and we have blast out 尽管星舰的这次试飞并非完美无缺 在进入大气层时候呢 格热瓦曾经发生过脱落 但最终还是安全降落海面 完成了所有既定的任务和目标 马斯克在发射后表示说 今天是让人类未来成为航天文明的伟大日子 没有什么比齐心协力实现鼓舞人心的目标 更能将我们团结在一起了 在我看来啊 这次试验成功 预示着人类离真正移民太空啊 更近了一大步 对马斯克来说呢 他正在把去火星的梦想变为现实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啊 如果星舰实验成功了 那么他会怎样在地球和火星之间运作呢 很多人不知道啊 即使是这么大的星舰啊 由于地球和火星之间还是太遥远了 所以星舰居然还需要加油 再经过漫长的六个月才能到达火星 这就是旅行的全过程 星舰被超级火箭送入轨道 火箭独自返回地球 这时星舰在地球轨道上要与另一艘作为游轮的星舰汇合 以便补充燃料 然后在长途跋涉前往火星 星舰返回时并不需要火箭推出器 因为太空中没有重力 在火星上 星舰需要飞行的时候 燃料用的是火星产生的甲烷 因此整个星舰系统完全可以重复使用 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 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像乔布斯和马斯克这样 划时代的天才企业家出现呢 实际上马斯克还真的曾经被问到这个问题 而他的回答明显很谨慎 不过在我看来 他的答复中 其实已经触及到了实质问题的一个方面 可以有一个 Elon Musk在中国吗 你是一样的 Elon Musk 你什么做到这些 你认为你认为那些吗 我认为你认为那些 我认为有很多很成功的企业在中国 Jack Ma, Pony Ma 那是正确的 但是它是正确的 那些新潮来自负责的 负责的方法 好了 这次的时事金扫描 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我们需要您的支持 点赞留言都是在帮助我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 就请推荐转发给其他人 当然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时事金扫描 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见了